美日首脑在华府相见欢之际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思已经抵达美国 星期四将与拜登和岸田文雄 举行历史性的三方首脑会晤 预料将达成10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 但是这场世纪会晤却激怒了菲律宾人 他们今天早上上街抗议 谴责小马可思利用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主权 来推动美国的地缘政治议程 一路上街抗议安備一 estado 美国人的氏em气 每日可以看到真的 要聚起意 他会召唤 在菲律宾和菲律宾 因为他会召唤 示威者在马尼拉街头 公然撕破美国国旗 还有应有美国总统拜登 以及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肖像的海报 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的动作不断 区域冲突也不断升级 小马可斯领导的菲律宾政府 急着与美国和日本强化军事关系 根据美非之间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 小马可斯允许美军进入的菲律宾基地 增加了将近一倍 目前也和日本斡旋 考虑允许日本军队驻扎在菲律宾领土上 菲律宾民运人士认为 这等同与魔鬼共舞 最终只会让菲律宾成为 大国博弈之下的牺牲品 两边都不讨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